知识小学堂 我们还要带您来看到美国舰指中国 所以军演不断的上场 我们来看看 先前其实美军就派出了两艘核动力航母 在南海进行军演 那结束之后还没有离开 接下来要跟附近的国家持续军演 包括7月19号到7月23号 登场的是美日澳演习 美军派出的是核动力航母雷根号的战斗群 那至于澳洲呢 澳洲则是派出了两栖突击舰坎培拉号 至少有两艘 那日方则是派出了驱逐舰赵月号 就在菲律宾海这附近进行演习 那先前不是还有另外一艘呢 尼米兹号 这个也是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现在呢 同样也留在附近海域进行演习哦 是跟印度 那时间是在7月20号到21号已经结束了 这个尼米兹号的战斗群就跟印度制的逆宗巡防舰 就在这附近 马六甲海峡进行演习 不过你可以看到哦 除此之外 再来就是美国、日本、印度、澳洲 他们在印度洋附近进行一个马拉巴尔海军军演 那实际哦 这个军演呢 已经行之有年了 1992年到现在 不过一开始其实就只有美国跟印度 后来日本就加入了 那再加上先前其实澳洲也曾经有几次参加过 不过因为北京先前一直不断的施压 所以澳洲呢 就后来就不能参加了 印度也直接拒绝澳洲的参加 可是你看哦 现在中国跟印度交恶 然后中国跟澳洲关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军演把澳洲也拉进来了 那这些国家一起进行联合军演 当然就是要围堵中国嘛 要牵制中国 所以有军事专家就说 看起来亚洲版的北约已经逐渐成型 好那另外呢 我们也要看看跟我们台湾相关的事情 先前一直有消息指出说 解放军呢 他们会在八月份模拟共军要夺取我们的东沙岛进行演习 那其实在这之前呢 美国有一个智库旗下的基金会 他们就举办了一场虚拟军演 这个虚拟军演就找来了南韩的官员 日本官员 还有美国本身的官员 跟台湾的前参谋总长李喜明 大家呢来进行一个模拟军演 那背景设定是什么呢 就是设定说 某一次的台风 中国假借要来人道救援 结果呢 实际上是想要占领太平岛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驻军给赶走 这是一个背景设定 好那模拟演习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模拟演习结果就是说 美国其实不想要卷入 中台两地的战火 所以呢 他们不派军队 然后只会用劝说的方式 叫中国赶快离开 不要再对台湾施压 但是呢 针对这个做法 其实可能会被骂嘛 因为你一直说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台湾是你的盟友 结果到了必要时刻 你居然不派军 好就怕有这样子的烙人口舌 所以美军呢 在这个模拟军演当中 他们也联合了 包括南韩日本或者是台湾的舰队 一起通过台湾海峡要进行恫吓 但是呢 后来访问有去问到李喜明 就是我们的前参谋总长 李喜明的说法是说 他觉得美军没有来救援 他感到还蛮失望的 因为呢 进行一个通过台海的一个动作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恫吓的意味并不大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美军呢 他们有几个考量 就是说 虽然我们愿意护台 可是呢 这个护台的做法 就是说 我可能会用军售的方式 卖武器给你 那你自己要去对抗中国 我不会派兵来帮忙你 这样变成说 我们可能在军力上也要付出 所以说这个护台不含李岛 因为这次的这个台风事情 是发生在李岛 太平岛 也因此造就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经过了这一次的模拟演习 当然就有开始很多人讨论说 那台湾关系法 可能要做出一些调整 因为显然美军不会来帮我们 我们台湾好像变成了弃子 好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炮火似乎还烧到了抖音 先前抖音就有被说 可能会被美国禁止 那美国的众议院 最近就通过了 336票同一票 对上71票反对票 就是说以后只要是联邦 或者是国会的公务机 这上面是不能装TikTok的 这个城市的 因为他们怕个资可能会外泄 那再来就是说 他们也打算要把抖音的 某公司字节跳动 像是华为一样 把它列入实体清单 要进一步的进行制裁 好那你看美国现在要来反抖音 那TikTok当然要赶快做出一些 示好的举动 怎么做呢 譬如说他们就有说 我们在美国要大举争裁咯 原本只有1400名美国人 那接下来这名额会拉大到 1万人 要创造就业机会 再来就是说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的企业都把 国会的游说开支给下降 你看脸书降了8% 然后苹果降了百分之三十一 可是抖音 TikTok他们把他们的国会游说开支 从今年的第一季三十万 直接提升到第二季的五十万美金 那实际上你知道吗 去年一整年 TikTok在美国花的这个游说金 也才二十七万美金 所以第一季就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 那现在第二季又往上增加 就是希望释出善意 台拔国会议员友好协会 日前正式成立 巴拉圭驻台大使 不只亲自出席 还爆料中国正在挖长脚 坦言中国不断对巴拉圭当地企业施压 用撤资或抵制出口当作手段 而博马少也强调巴拉圭坚决抵抵抗 不断重申台湾是巴拉圭的好朋友 而两国之间邦交六十三年 疫情期间台湾也伸出援手 今年五月我国就提供巴拉圭 一百万个口罩帮助防疫 经济层面上巴拉圭对我国而言 重要性也相当高 因为巴拉圭是台湾在南方 共同市场中唯一邦交国 让台湾能有关税优势进入市场 这里还有超过两亿的消费人口 截至去年底台商在巴拉圭投资 已高达四十三点五亿台币 创造两千多个工作机会 而不只经济层面 巴拉圭与台关系 更牵涉美中较力之争 如果这样子的话 对台湾是一个外交挫败 对美国也是 更直接的讲就是中共的手 伸进美国的后院布局这件事情 对美国来讲也是他们国家利益 必须注意的事 巴拉圭现在是台湾在南美洲 唯一邦交国 尽管中国想方设法透过砸钱 施压企业想抢夺过去 但从巴拉圭的态度来看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三立区的成员节奏 看来台湾本